唐诗三百首 风桥叶博 张继 月落乌蹄 霜满天 江风雨火对绸眠 姑苏城外 寒山寺 夜半钟声道客传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 月亮落下了 乌鸦在啼叫 夜色中似乎满天弥漫着霜 江村桥和风桥 以及江中闪烁着的雨火 使我愁绪满怀 难以入眠 苏州城外的寒山寺 半夜响起的钟声飘到了客船 再读一遍 风桥夜博 张继 月落乌蹄 霜满天 江风雨火对绸眠 姑苏城外 寒山寺 夜半钟声道客传